江西彭泽县公安局10月13日通报 10月11日12时许 彭泽县龙城镇一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造成两人死亡 经公安机关权力侦查 确定黄某峰男58岁 彭泽县人有重大作案件 10月12日23时许 犯罪嫌疑人黄某峰在公安机关围谷过程中 畏罪自杀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感谢观看